出生油二十来天了 最近两天有点拉稀 可能是这个眷舍潮湿的原因 今天把这个大牛放出去跑跑 因为这个大牛也有点拉稀 但是这个小牛到没口就是不出去 大牛现在已经跑得没影了 这个小牛就是赶不出去 来回赶了好几圈了 就是不往外跑 实在不行就让他在家里边待着吧 反正家里边还有几头牛呢 这个小牛已经喂了一天药了 有所好转了 应该是消化不良 因为这个小牛现在开始学着吃草了 也可能是舔尸地上的脏东西 造成的肠道有点炎症 转了好几圈了 一到没口就是不往外走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一直也没有出去过 害怕吧 每次到这个门口就不往外走了 哎呀真是太近了 这个大牛跑得到挺快 因为在圈里边圈时间久了 放出来一会就跑没影了 出来半天了 还想着去找小牛 今天这个放牛又不好放了 这个小牛拉的大便就是这样的 有点发白 应该是消化不良 比昨天好多了 昨天拉的汗稀 要是里边有血丝的话 就可能是胃肠黏脱落 就是肠炎 这个看来应该不是肠炎 就是喂他一些这个 人吃的乳梅生片和世母生片 但成人一天的剂量给他一次性喂福 要是肠炎的话 再加上四五片这个土梅醋片 一般喂两三天就没事了 要是不见好转的